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還在調查中 我們今天有同仁已經去了解了 那他本身我們現在初步的知道 就說是第一個個案快篩陽性之後 學校馬上把他的這些接觸者就做快篩 那如果是快篩陰性的時候 他們就是就地做隔離 因為他們是陰性嘛 所以沒有做後續的這些相對的處理 當然這個時候如果說他能夠 如果考慮一人儀式的話是比較理想 但是因為他旁邊的這些接觸者 有快篩是陰性的 所以第一次他們是說 還是在宿舍裡面的就地隔離 現在中央對所有的機構裡面也好 學校園也好 現在有一個比較統一的認知跟做法就是 就地原機構做隔離